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上星期是年度化妝品,今星期是度护肤品 一樣都儘量挑選了我今年才接觸到的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想聽聽我的名單的話 就不要錯過,我們現在即將開始揭曉了 過去一年我轉了會 由喜歡用卸妝油變成這些產品 它們都會轉化成油狀,但不是一支出來就是油 例如有卸妝GEL或卸妝箱 這個是Dormal Home Wrinkle的Oil & Gel Remover 它顧名思義是GEL狀,一支出來 你會看到推開就會變成油狀 然後到這一頓就是後天氣單華圓卸妝箱 你以為很挺身,很厚 但一推開,看到嗎?很容易推 然後又是變成油狀的 我對卸妝產品的要求很簡單 快、靚、淨、淨 卸得乾淨是基本的 你擦開的時候,眼線全部都要落 然後你沖水不用乳化很久 不會有塵油,不會有塵膜 這樣就可以達到我的standard了 當然它們兩個都做到 比起卸妝油,我會覺得沒有折出來 然後油滴來滴去的麻煩 它們是比較solid,然後推開才是油狀 用來的感受會更舒服 Gel會在夏天都用到 然後霜狀在冬天用會更好 因為它更滋潤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兩個都是有香味的 然後洗臉今年最深印象的是 Ifoche 這一款 它叫做微海藻鑄養排毒3合1潔面啫喱 因為用完拍完胸瓶器就不在手 但是挺喜歡的 它的質地是很清爽,很挺身的啫喱狀 洗臉很舒服,很輕盈 但它的清潔力是不錯的 特別是夏天是用起來很爽的 它的卸妝度不是很高 可以卸到防曬,一些淡妝 但Mascara,眼線那些 我覺得是卸不到的 不要當它是一個卸妝產品 當它是一個洗臉產品 這個我真的會很喜歡 夏天應該會回購的 來到Tona,這支是Nars的 它的名字很長 叫做Light Reflecting Multi-Action Treatment Lotion 我剩下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讓大家看到 因為用完了 有有有 它是很水的 但可能因為太少 感覺不到它的水 滴了 它是很流質的 但你一推開 有少少精華的感覺 沒有平時的精華水那麼稠 通牙對我來說是一個輔助角色 清潔完之後 怎樣令到我們的皮膚 可以Ready進入護膚程序 所以它不用很強的功能 那些很強的保濕 很明顯的美白 留給精華和面膜做就可以了 它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將後續的護膚品 將它們帶入我們的皮膚 所以最重要就是 用完之後 你感覺到後面的護膚品有用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做到太多 也不可以說完全沒有這樣 所以這個 真的完全沒有了 我想再給大家看 都沒有了 它是那種保濕度剛剛好 有的 是將我們的皮膚好像海綿 濕了它 令到後面的護膚品 好好滲透入去 那種感覺它是做得很好的 雖然有點貴 但是大家可以試試 下一個到精華 一年內我用到的數量是超級多 很多都是很好用的 都挺深印象的 但是有一支是令我有哇一聲 有個故事要說 就是它 來自Body Shop雪涌花抗氧活肌精華 又是用完了 我已經完全幫不了 看看有沒有可能 可以倒一點 讓大家看一下 它的質地是透明的 不會很厚 你看到很好延展性 很好推 也不會黏黏的 在合作影片中 我沒有提及過這個故事 我很擔心是個別例子 但是到現在閉上眼 要我想一個精華 一定是它 話說在年中 我臉是爛的 看回某些片段 都挺明顯的 是紅了一疊 有人留言問什麼事 都是敏感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敏感 總之 由小小的一疊 到最後是半塊臉 都很嚴重 是脫皮 然後這裏的質感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用了很多方法 很多產品 甚至做一些抗敏 facial 是有改善的 三四天 好了之後 又回去 是沒有消失 直至到遇上它 這個我本身是沒有什麼期待的 用它 試用的時候 都是覺得不錯的 保濕感OK 用完之後 不會有不舒服 皮膚也是很穩定的 但是那一次 真的看到它的修復力 我用了一個星期 其他東西 什麼都沒有轉 沒有介口 完全好 是不是很神奇 我很想說的 但是我很怕大家 是麻木去沖 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用完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是很下定決心 留在年尾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這件事 它的味道其實挺香的 然後用完之後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 不會有負擔 它不黏的 你看我塗完之後 完全是軟了 但是清爽的 所以這個我真的挺喜歡的 然後就來到臉箱的部分 有兩位 因為臉箱我覺得是有分到 一個清爽型 和一個滋潤型 所以不只有一個 小星層N15 已經是今年第二盒 都差不多用完了 就知道我有多喜歡它 它的質地 你會看到是很柔滑的 它不是清爽 一推開很水的那隻 你一推開好像在塗霜 但是它明明是GEL的 它是很水潤 而且它的收復力也是非常之好 如果你同樣都是鼻敏感人士 會流鼻水流到脫皮的話 超級無敵推薦這個霜 只要你在發作的時候 口敷在鼻頭 你不用經歷脫皮這件事 或者是脫得比較少 不會說裂光 很痛 沒有這個情況發生 是很感恩的 如果你是塗在臉上 我會建議是厚敷一點的 又未去到要面膜 有得塵的 但也不要太薄 第二天起床 你會看到自己的臉 是脹膨膨 好像裡面很水潤的感覺 我很喜歡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霜 我都要清兩盒 就是真的很喜歡它 既然說到這麼喜歡 為什麼會有另一盒霜的出現呢 這個是SK-II Skin Power Cream 它比起小星層多了少少油潤感 大家都知道我是三個肌 如果在天氣超級乾燥的情況下 我是很缺油的 所以我需要一個有厚度的霜 然後今年我遇到有厚度的霜 它不會厚重 然後你塗 看到油是很滑的 它也不會被焗皮膚 就是這個了 一個好的臉霜 除了塗的時候 是要舒服 不會讓自己有負擔之外 就是你起床 或者是一天過了 你都會覺得自己皮膚沒有差 你是覺得它有做到事情 這兩個都是今年我覺得是很有感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 你又怕油的話 你可以用N15 然後如果你是比較成熟的 輕熟的 需要油潤感的話 SK-II這個是不錯的 能力落實 說不容易 你又會知道 你會選擇 可以選擇 你帶來 兩個都是 你會選擇 我準備好 屁 Whereas 你會選擇 這個